我們來看一題學測題,考大學,但是國中生就會了 發展難得像同樣的折瘦構造無奴 經過詳細調查之後,議程的程序由依許了一到五四兩月連續 所以一是最好的,五是最連續的 接下來他說,判斷折瘦構造只需考驗議程的原則條例 所以你這個折瘦構造的去度下有何等分確 你知道你這樣呢,就給你呢 有蠻種餘蠻種,跟背景還是相機嗎 這幾個字明就是要用你說,你懂不懂折瘦跟上前的背景 好,我們來看一下,就這種折瘦計程 好,折瘦計程就是我們的計程啊 經過一些壓力的變化,產生一些形態 好,那這個東西,大家有幫你想像的,這樣會有什麼產生 沒幫你想像的話,我們來感覺一下 想像你今天早上去買一個單瘦計程,就是你一層 一層,用一層的把它疊起來,對不對 所以先別人比上一層,最後一層就是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最年輕,這樣子 好,然後一層呢,這時候你把它放在你的豬包裡面 然後呢,在你的豬包裡面受到一些壓力的變化 於是呢,這時候造成你的單瘦計程度的行列 不是變成一樣,你會發現它地層是這樣的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的地層的這個折瘦也比較難的 好,那我們如果把這個折瘦,我們來去拆解一下 就把它拆成,拖起來,跟包下去的兩層 我就把它拆成,對邪跟向邪 對邪,我們發生同學的樣子,對不對 對啊,所以我們就要去對邪 向邪,我們發生它就是向下位 就是向邪,向邪,向邪,向下邪 OK,這其實就是同學的樣子 好,那我們知道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就來解解看題目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看到這個 它就,嗯,這個背的形狀 我們就選擇了背寫的答案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會再看看 誒,它到底是盜寒那個盜寒 好,然後剛剛說,我是最年輕的 其實是最老的 咦,剛剛醫師的氣息有點不太好 來看看剛剛的 然後我們來看看,如果我們是這個背寫 結果外面是這個木色的,應該是 你最多跌上去,應該看著這樣,做得上去 所以外面這層,應該是最年輕的 而且下這層應該是你最原始 最遠跌上去的 所以這層應該是最老的啊 不是剛剛好像,相反 裡面最年輕,裡面最老的 那,我們要怎麼行程是這樣的話 行程像剛剛這個樣子呢 你試著看看喔 如果把這層做一個翻轉 180度 這麼翻轉 欸,底面這一層是最年輕的 而外面這一層是最老的 你會發現它就是剛剛抹成這樣 對,它就是剛剛的相邪很像 外面是最年輕 而底下是最老的 所以其實這一個題目啊 它答案是一個相邪的構造 然後呢,被翻轉了180度 所以它是幾翻轉了 相邪多少 不知道到底你答對了嗎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你記得我剛才跟你講過的 年輕對稱性分布 年輕在中間是相邪 但圖卻是一個背景 最老是怎麼樣 翻過來 翻過來,就會了 所以我說不用念高中就會了 博中生就知道了 就是請你記得 我跟你講過的事情 OK?